非凡抢先报高手看盘单元 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看看睡美人股 不要把它吵醒 到底呢睡美人股具备什么样条件呢 尤其呢它苏醒的征兆有哪一些 这些睡美人股其实是有些条件的 第一件事情呢 它的一个月均量呢 不要大于200张 哇真的好安静的睡美人 这是一个沉睡的睡美人 但是呢要把它唤醒 要把它叫醒呢 第一个的征兆有可能出现的迹象 就是有巨额的转让 或者是呢 引荐一些策略投资人 哇这不是呢随便呢 有策略投资人会进来的 那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呢体质佳 而且呢长期持有不吃亏 它或许呢就是每年就配你一点股息 股息股息 还有高现金殖利率 就是它配的股票呢 可以让你长久以来 让你的成本一直下降的 那这是体质佳 但是它要苏醒的前面呢 它的营收会有变化 等于说它基本上是好股票 但是呢受到市场呢 这个冷漠的一个对待 那景气循环 还有旺季呢 开始的一个复苏期 那开始营收的一个成长 所以呢就是税美人股的一个复苏征兆 我们举例吧 就以这个作者非凡商业周刊 在第1108期当中 有特别提到了 54650红这档标的 在去年的6月之前呢 其实它非常的一个成绩 它也是PCB相关股 但是呢它具备了我们刚提到的 税美人的一个条件 那因此呢它唤醒来的时候 苏醒过来的时候 的确就特别的一个甜美 那但是这都不是投资朋友爱的 那所以我们在盘中当中 只是跟大家一起来找出呢 投资朋友有一些征后 有些征兆可以把税美人唤醒 那因此呢有一些标的有符合哦 那也应该呢 好好地来参阅非凡商业周刊